用一个接蛋帮助三角梅枝条生根发芽 操作非常简单 三角梅开花非常的漂亮 很多的花友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到两盆 它的养护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如何用一个枝条来牵插三角梅 三角梅再也不用花钱买了 首先我们取一个枝条 截取下这种木质花的枝条之后 我们在这个枝条底部一厘米的位置 简单的处理一下 把它的外层去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我们找来一个容器 容器里面我们给它放入鸡蛋 鸡蛋我们不要鸡蛋轻 我们把鸡蛋黄去给它过滤出来 我们只用鸡蛋黄 把鸡蛋黄放入碗中 然后加入一点生根粉去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这个三角梅枝条底部呢 去给它在这个鸡蛋水中浸泡15分钟 就可以蘸取这个鸡蛋叶 蘸取好之后 直接把这个三角梅枝条呢 去给它插入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 插入好之后 去给它喷湿水分 放到散光通风处去养护就可以 土壤干了 及时的取得焦透水 等到一个多月之后 这个枝条呢 就能够长出新的叶片 底部呢 就能够生根 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 一盆啊 变多盆 再也不用花钱买这个三角梅了 喜欢的话有呢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